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亏了他的好点子呀 咱们才能在年货的糕点市场狠狠地赚了一笔 来 陈远 你是故意让我们过来看你耀武扬威是吗 孙虹 你真觉得那小子逗得过我吗 陈远 我能赢你一次 就能赢你两次 现在不过是一道点小麻烦而已 好像还在后面 是吗 是吗 你懂的 我都懂 而且我们远方士兵在整个南京市的市场占了百分之七十 你拿什么赢我 你 你 隋红 你每天和这种爱说大话的人在一起靠谱靠谱啊 还不如吃个回头草 毕竟 我给你的东西 更真实 你也配 哈哈哈 陈远 你信不信 我只需要三个月 就能干掉你的远方士兵 是吗 那我得好好领教领教林总的高招了 红姐 我们走 饭也不吃了 陈远 你是不是还想着做好 你说什么呢 你把我交代你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别瞎瞎 好 让你大放厥丝 这下发愁了吧 谁说我发愁了 我只是在想 这个场子还要不要继续办下去 你什么意思 难道 你要丢下我吗 不是不是 我只是在想 如果我继续待在红叶 那场子到底算你的爱放我了 要重新办场子 这里重新找场 这里都花一笔钱 而且 我也想省点钱买生产线 原来你担心的是这个呀 这样吧 我把我厂子百分之八十的股份 全都转让给你 我做个小股东就行了 再说我爸生病只花了十万 剩下十万就当入股了 确定 你要不要 要咱们就去签字花呀 那还当什么 哎 凡哥 这场子怎么改名了 哎 红姐怎么没来 哦 红姐竟有事啊 哦 小凡 你这名字改的 我这名字啊 专门为你而改 喜欢吗 我什么都没看到 我什么都没看到 现在我是老板 对了 那个设备采扣情况怎么样 先到的一批货已经陆续安装测试了 等过安年工人上工就可以恢复生产 不能等了 必须马上开始生产 马上 尤其是方便面 嗯 为什么呀 因为春运 将是我们一炮而红的巨大商场 春运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中国近许 中国近country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